我之所以选A7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A7的频率反应比较平坦 尤其是在低音的部分 它的低音并没有非常的被强调出来 那相对于其他的频率来讲是比较一致的 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呢 我使用这一只耳机得到的心得是声音非常非常的清晰 跟我过去使用过的其他厂牌的监听耳机比起来呢 它在中频的部分尤其听起来特别的清晰甚至到达有一点犀利的程度 强调中频的乐器在耳机里面通常都不需要太多比例的提升 就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 那在这个同时因为它的低频反应并没有被过度的凸显 所以呢在比较低音的比方说贝斯或者是大鼓这一件事情上面呢 你可以很容易听得见大鼓的敲击的这个我们叫皮声 或者是这个贝斯在演奏的时候的手指的声音 这一只耳机在我使用的经验上面 它对于串流音乐跟实体的产品 比方说从唱片和CD得到的内容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异 如果你的串流音乐的压缩的品质稍微低了一点点的话 在这一只耳机里面都会非常非常容易的被听得出来 然后如果你有机会拿同样的音乐然后再拿CD来听 或者是拿唱片来听的话 你会发现压缩的痕迹就非常的明显被听得出来 这一只耳机的设计它能够忠实的呈现出音乐 甚至在音乐制作中的优点与缺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